OK 大家好 我是Rio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要來實測一個里歐我相當相當期待的方塊 名將方塊 雖然說我們上次已經有實測過了 不過這一次呢 里歐我打算搭配小豬紅包 也就是說呢 這一次我會先吃一下小豬紅包之後 再來洗這個名將方塊 然後看看說呢 究竟名將方塊到底有沒有機會 把我今天準備的罕見裝備 順利跳上傳說 沒有錯這是一個相當浪費錢 這是一個相當具有夢想的實測 因為眾所皆知啊 名將方塊呢 是目前除了封方塊以外 應該算是 另一個能夠不花點數的情況下 把裝備洗上傳說的方塊 不過因為封方塊的話 還要花費封閉 而且跳框機率真的非常非常低 那名將方塊的話呢 是可以透過製作獲得的 雖然說以目前的管道來說啊 獲得的方式是比較少的 而且門檻相對也稍微高了一點 畢竟那些材料啊 大部分都還是挺貴的 所以說呢 一顆才會賣到 可能1.3-1.4億這個價位 那我相信未來如果 他的獲得方式更多的話 價格應該會再更便宜一點啦 不過以目前來說 如果你不是像我 直接從拍賣購買 而是自己慢慢做的話 他應該也算是一個 不花錢就能夠有最高等級傳說的方塊了吧 好啦 那我們就來實測 今天的盤子之 名將方塊 究竟能否洗上傳說計畫 OK那首先呢 我們這一次準備的裝備是這一個 夜食者的破鞋部附屋 然後呢 我們要先做的事情嘛 就是先把他給上海劍 好 接下來呢 各位 我們待會就吃一隻小豬 然後呢 看看這一些 剛剛拍賣買的 包含剛剛我博動買的 這些名將方塊 究竟能不能夠讓 我的破鞋部 順利升上傳說 上次實測的時候呢 是沒有用跳狂加倍的 所以那一次呢 大失敗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相信有小豬的加持 我們應該有機會看到 名將方塊 跳傳說的畫面好不好 那我們就 直接走起囉 首先呢 先挑一隻 看起來比較可愛一點的小豬 就是你啦 好不好 好 那麼接下來呢 各位 我們即將來見證奇蹟的時候了 不用花點數就能上傳說的名將方塊 走起 呃 跳框的時候 應該還是會有那個閃亮特效好不好 這一次總共準備了24顆的名將方塊 那我剛看了一下呢 這個活動送打是不能用的 活動給的名將方塊 只能用在無法交易的裝備 也就是說我們的破鞋部是不能用的 沒關係我們這20幾顆呢 就先來試看看能不能夠上傳說好不好 這20幾顆也不便宜啊各位 因為我是直接從拍賣買的 我不是慢慢自己做的 畢竟這每一顆方塊它都是有期限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沒辦法慢慢的慢慢有 我們只能一口氣拉拍賣能夠拉的 在它過期之前趕快來拍這一支影片 對沒錯 這就是這個方塊滿麻煩的地方 因為它是有限期限的 OK 那我們21顆繼續走起 怎麼感覺小豬 小豬好像 好像有點無感啊 難道說 還是乖乖的去買閃耀方塊就好嗎 哦 這個是足錢啊大哥 應該沒中難跳框吧 至少我們今天要跳框一次吧對不對 還是說小豬根本就沒辦法用在新方塊上 其實我想過這件事情啊各位 我想過說小豬是不是 無法套用在這個名將方塊上 但我還是想出來試看看啦 目前剩12顆大概寫了一半了 然後這個小豬還有11分鐘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 可能應該是要繞賽啦 剩最後10顆啦 至少我們今天影片要看到跳框對不對 這樣 這支影片才有意義吧是不是 剩8顆囉各位 再來7顆 究竟名將方塊加上小豬 是毫無用處 還是會有奇蹟發生呢 最後4顆 來啊 難不成我要丟水溝了嗎 還是說我們 還是說我們去死 蛤 就在最後一顆 各位 就在剩下最後一顆的情況下 我們倒數第二顆 順利上傳說了 好也就是說呢 那名將方塊啊 確實是能上傳說的 當然我自己從之前的實測到 陸陸續續都會手仰去拍賣買幾顆 還是啦 我是從來沒看他跳過傳說 那這一次有幸能到小豬紅包 我想說 說不定只是他的跳框機率比較低 那我們用小豬紅包來試看看 應該就有機會了 沒想到真的就跳 然後呢 這一次因為總共是準備24顆方塊嘛 然後我們還剩下1顆方塊 也就是我們用了23顆方塊 那23顆的話呢 1顆我直接算1.4億好了 不加上小豬紅包的話 是32億左右 那以劉德幣值來講呢 大概就是800塊左右 那假設我們是用傳說卷加卷寶的話呢 通常成本大概會落在600塊左右啦 除非你真的很倒楣 卷寶用太多傷 不然基本上大概都是600塊左右 也就是說呢 我們花了整整200塊 然後去冒一個可能不會跳框的風險 就為了體驗這個洗方塊的感覺 沒有錯 就只是為了一個感覺 所以說如果你們真的想要讓主潛上傳說的話 我個人建議 除了等HD的傳說卷以外呢 不如就直接買傳說50%來上吧 是不是 那用什麼閃耀啊 用什麼名將方塊啊 去跳框這種事情 還是 嗯 先不要吧 除非之後名將方塊的價格降低啊 或者說呢 你們有耐心去慢慢做 然後慢慢點 慢慢做慢慢點 因為一次也奔存太多嘛 會過期 所以呢 你也只能說就是 可能做出來就先點 做出來就先點 這樣子 那我相信有招一日啊 你的裝備還是有決定上傳說的 那如果你是稍微有點資金的話 還是收傳說卷吧 感覺就我實測出幾種上傳說方法之後啊 直接傳說卷加卷寶 還是比較划算 好OK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名將方塊 搭配小豬紅包 實測出 他是能夠跳傳說的 只是呢 機率可能沒有來得這麼高 那CP值的話呢 也沒有這麼高 因為名將方塊太貴了 本次跳傳說的花費成本呢 大概落在800塊左右 那也歡迎你們在影片下方留下 你們沒有名將方塊 順利跳框的經驗 歡迎跟我分享 順帶一提 工匠方塊的話呢 最高只能洗到罕見 所以如果你是要跳傳說的話呢 千萬不要買錯囉 好那我是Ryo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幫我記得按讚 分享的留言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OK 那我們今天 終於被我實測成功了 他是會順利跳傳說的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確認按下去 會不會有廣播啊 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閃耀方塊跳框 是會有廣播的 來 好算